哈囉大家好,我是Lumi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好吃的東西了 就是這個 一蘭拉麵 大家應該聽過這個響噹噹的名號啦 去日本的話,大家應該都會吃這家一蘭拉麵嘛 那我之前去日本吃的時候 是已經蠻久以前 但是那時候吃的印香是 算是中等吧 但是因為這次有這個機會呢 就是朋友有去日本玩 我又買到了這個東西是 福岡限定的一蘭拉麵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試吃看看到底 泡麵版的一蘭拉麵跟現場吃的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可以看到它的後面這裡呢 它還有寫說要怎麼樣煮這個麵 上這裡就有寫說 麵的話是中等或是怎麼樣 但是我正常的話都是喜歡吃偏硬的麵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去試煮看看這個泡麵吧 我們今天準備的材料就有這個 雞蛋啊、蔥啊還有肉片 因為我們要做成像它這樣一則碗的樣子 所以當然就不能缺少一個空空的碗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裡面呢就是一些醬包 然後有分成這樣子 有四、三包東西 我們現在先把這些肉煮好了 因為我們沒有像它那樣子的叉燒 所以我們就煮這個肉片來代替它的肉好了 因為等一下畢竟它是要煮在這個泡麵水裡面的 希望它這個油汁呢就可以融入在我們的麵麵裡面 接著就是下面的時候 這個我們就整塊麵進去 然後我看它上面是說好像不要攪動它 然後我們就等它個兩分鐘就好了 因為今天要煮比較硬一點的麵 比較有口感的感覺 我們迅速把它加進去好了 這個的話它是一個很是一個粉末狀態的東西 我們全部一次就加進去吧 因為反正我們很少吃這種泡麵類 就別管它的熱量啦 風味比較重要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包是這種包子 它是個...嗯...不要算什麼呢 這個感覺比較像是什麼 蒜泥那種感覺嗎 好我們一樣 整包全部都給它加進去 有點像油汁的感覺的東西 應該是... 臀部吧 這時候我們就直接把它攪一攪 攪一攪 這樣子其實就已經大功告成了 不愧是泡麵啊 超級方便有沒有 這個麵條感覺還是這樣硬硬的 OKOKOK 我們趁現在就把它給存起來了 好最後再擺上這個 我剛剛提前煮好了一個 算是水煮蛋吧 是不是感覺超級美味 來來來我們最後的東西上來了 就是這個 我們的辛香料就直接放在正中央啦 OK有沒有 是不是我們的這一碗跟它的照片 是不是還蠻像的咧 好我們就去吃吃看吧 究極食物的味道如何咧 我們就來試吃一下吧 看...到底這個... 味道呢跟現煮到底有什麼差別 喔...它的湯是好喝的 是有那個油脂那種黏黏稠稠的感覺 會滑過你的舌頭 然後辣度的話 嗯...我覺得如果不太喜歡吃辣的 那個糖心粉 可能只要加一半就好了吧 像我剛剛全部都加進去 因為湯畢竟沒有說非常非常的多 那口味的話呢 是比較偏醬油 鹹一點點的豚骨風味 但是整體來說是好吃的 還雖然我家的自己家這個 豬排的關係 不是豬排 豬肉的關係 那這個麵的口感嗎 我覺得跟... 現場吃的話 還是差了那麼一點點 想吃一蘭的話 還是去現場吃比較好 因為像我們自己煮出來的話 就是一般的泡麵吧 就跟那種韓國泡麵 其實差異不是很大 因為麵是屬於細麵 然後偏QQ的感覺 對但是感覺還是比較像泡麵啦 所以如果真的想吃這個 一蘭拉麵的話 我覺得我們還是去現場吃好了 有去日本的時候 有機會還是去吃吃看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試吃 就先到這裡啊 雖然說我覺得泡麵 還是好吃的泡麵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去現場吃啦 嗯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要繼續吃我的飯飯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大家掰掰